相信这个年大家过得很高兴吧 今天是11号了 然后今年我们再来说一下iPhone12破罗麦克斯到了2022年 这个机器还值不值得考虑 那么现在在华前北过年以后它的一个行情是什么 一会我带大家去华前北看一下 来兄弟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都是今天新造的 会在里面也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找的是100的电池啊 它这个新造的货里面是有很多的 怎么96啊93啊95啊100啊 包括512记的80多的90个都有 今天我们要找一个100的电池 这些的话手上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100的 然后我们要拿一个 来个黑色的机器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大姐 你这个100的电池 你不是那种自民机吧 啊 自民机是吧 应该应该只有自民机才有这种电池了 没事 自民机也没关系 自民机可以的 电池好就行 你看他这个充电才八次 看到没有 只有自民机才有这种充电的次数 我们在很多期的视频给你们说了 怎么是自民机 自民机的话其实他就是那手手机啊 你不要到全新机去卖就可以 这个机子有歌风 我就不看了 来 这几个就拿进去吧 就像这一个吧 这个一摆到黑色 橙色来看一下来橙色来把进度拉根进去 说是量 这个机器说是不是一台量级 其实大概能打到一个充电器的标准是没有 来 基本上都没有华明 平时非常好 电池100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电池也是100看到没有 你的发放过来也是也有 我的也是好 另外的话 我再带你给大家说一下 现在的话 如果说你要电池比较高一点的话 应该就是要选择这种资源区了 只有资源区的话才能找到那个95以上的或者100的才能比较容易找 你如果说拿种正常过把的话 电池就可能说低一点可能80多的90以上的也是有比较少一点 95以上的就是很少 而且这个多少多少 对 5950了 好吧 就这个吧 ok 那个颜色没有差吧 颜色颜色都应该的价值了 ok 颜色应该的价值了 没打磨的打磨的 我不要的 没事没事 没打磨 打磨你没打磨回去测 测得到512的干多少 他150了512的512的100的电池的话就是6000一 然后90左右的话应该会少个100左右 这个100这个 这个如果说90以上的会会比多少 这个是90以上的 如果说你们你们对电池的要求不太高的话就这样 刚才我们去市场上转了一圈像iphone12破了麦克斯256g的内存高电池 我们已经有所了解了 但是有一点我不得不说一下 就是现在的高电池在市场上目前来说资源机是比较多的 像95的100的 这种高电池的机器大部分上都是资源机比较多 当然还有那些过宝的机器 90以上的是比较常见 但是95或者100的可能说比较难找 如果说你对电池要求别高的话 像这种资源机的话也是可以去考虑的 去年的话 我们跟大家说了什么是资源机 在这里的话我就不强调的了 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们以往的视频 好了 今天就先暂时跟大家说到这里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火狼哥 拜拜